嗨 大家好 各位主持人的时间 今天我帮大家分享的是 煮猪肉水 所以煮猪肉水的用途是 可以等待桌柜 煮干拌面 可以把豆腐拌出来 或是炒豆腐 要用到猪肉水 把桌柜拌出来 把豆腐拌出来 一起炒 首先我拿了一粒 咖喱 然后放入Glider 我的一粒是这么大粒 然后放入Glider 放入Glider 才能炒出猪肉水 首先 放入猪肉水 放入少许油和蒜 放入一个锅 然后 放入猪肉水 开小火 然后放入3汤匙 蜜油 1汤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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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入3汤匙 1汤匙 然后拌均匀 所以現在可以開大火一點點 所以你煮到這麼長的樣子 我就會這樣放一個碗水 再加一碗碗水進去 讓它煮 煮的去收汁就完成了 攤凍了就可以放上一個玻璃瓶 然後就放在煮櫃 我用的時候就拿出來 OK 當你看到這樣 已經煮好了 因為已經收汁了 但你又不可以收得太乾 因為你都要保存汁 用兩個瓶裏面 所以到時候你煮的時候 有時候你要用到煮豆腐 不知不知道我用什麼來炒 所以你可以放一間出來 然後就放在菜裡一起炒 放在豆瓶那裡 或者是蒸了一些楊焗豆 然後也可以煮一間 或者兩間 煮上楊焗豆面 放進去蒸 大家試一試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我的煮水凍了 所以我用在玻璃瓶那裡 好 OK 然後我用這些什麼 我用來煮麵吃 大家試一試 對